如果从地面一直往下挖 我们能挖穿地球吗 当年前苏联挖到地下12260米深时 为何突然紧急终止行动 还将整个计划永久封存 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 地球中心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 地下0.7米 是岩鼠和兔子居住的地方 一只岩鼠就能在极短的时间里 挖出一条长达20米的隧道 地下一米 这里都是交错盘结的老树根 而且这也是大多数人类 用铲子就能挖到的深度 地下两米 是普通墓葬的埋葬地 在这个深度 你能看到全球各地埋葬的棺木 地下4米深 是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墓葬 里面不但非常豪华 还有震惊世界的黄金面具 地下6米 是金属检测仪 能检测到的最深的地方 地下7米 是现今市面上普通挖掘机 能挖掘到的最大深度 那么人类挖掘机挖不到的深度下 究竟有什么呢 地下12米深 是非洲尼罗和鳄鱼的洞穴 这个深度也是目前动物 能挖到的最大深度 地下15米 有一封充满神秘色彩的信封 但是我们不能打开 因为这是爱因斯坦 写给未来人的信 要等到5000年后才能开启 地下18米 我们能挖到机构复杂的地下防空洞 希望未来不会有用到它的一天 地下20米 是巴黎的地下墓穴 这里有600到700万人的遗骸 堪称惊人 地下35米 是北京地铁9号线的军事博物馆 地下40米 我们会挖到世界上最深的游泳池 这个游泳池位于意大利的 蒙泰格罗托泰美酒店 地下50米 是非常壮观的东京地下下水道 地下60米 有一栋神奇的建筑 这座地下城里有1200个房间 可供2万人同事居住 因为构造太过奇特 它曾被怀疑是外星人的杰作 地下84米 是俄罗斯莫斯科胜利公园的地铁站 这么深的地铁站 真的会有人乘坐吗 挖到地下一百米深 我们就要小心了 因为这是人类掩埋放射性物质的深度 地下106米 是世界上最深的地铁站 最深处甚至可达200米 仅仅是出站 就要乘坐首幅梯站个两三分钟 地下155米 我们会见到这个世界上最深的地下酒店 它位于瑞典瓦德斯特曼兰德区 住一个晚上就要花费3800元 地下200米 有一座非比寻常的哥伦比亚教堂 在这里祷告难道会有什么奇效 地下212米 是世界上最深的马拉松比赛跑道 波兰人就曾在这里举办过比赛 地下240米 我们能挖到世界上最深的海底隧道 这是日本的清寒隧道 耗时12年才修建成功 地下305米 有前苏联修建的地下指挥所 这个深度已经可以躲避核武器的攻击了 地下392米 是世界上最深的纯人工水井 英国为此整整挖了4年 地下500米 这里堆积了很多核废料 目前人类还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处理它们 继续向下挖 地球的中心还会有什么 如果人类铁了新的往下挖 我们能挖穿地球吗 地下688米 是智力修建的圣河赛铜矿 2010年因为坍塌事故 这里曾被困住33名矿工 最后花费了大约2000万美元 它们才把里面的矿工都救出来 地下1000米深 我们能看到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层 据说它们只比地球小了11岁 足足有35亿年了 地下1410米 是芬兰人用来开地下演唱会的地方 在这么深的地方演唱 实在是太拼了 地下1480米深 我们会看到南达克达金矿 1965年 科学家成功地在这里 探测出来自太阳的亚原子粒子 地下1500米 我们会挖到捷克的IK2矿井 不过早在1991年 这个矿井就已经被关闭了 地下1610米 是贝加尔湖的湖底 这里是世界上淡水湖达到的最大深度 地下2193米 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深的天然洞穴 地下2300米 是目前广播能传播的最大深度 2005年 加拿大的克雷顿矿井里 就进行了一项前无古人的广播实验 并成功突破吉尼斯记录 不知道 在地下2000多米的地方听广播 会是什么感觉呢 地下2400米深 是我国的景平地下实验室 这里也是世界上 最深的暗物质地下实验室 地下3000米 这里的岩石 已经变成跟月球土壤一样的物质 非常神奇 地下3132米 我们能挖到南非的金矿 坐电梯只需要4分半钟就能到达 地下3600米 生存这一种神奇的多细胞生物恶魔如虫 这是目前已知 生活在地球最深处的动物 地下3900米深 这里的温度已经高达66度 如果不穿上专业的防高温服 人类根本无法存活 地下5000米 是电影《流浪地球》地下城的深度 地下6096米 我们会看到 生活在地球最深层的微生物 它们是在南太平洋下面的岩石中被发现的 继续向下挖 地下9000米处 我们能看到大量的黄金波涛 如果你能开采出来 下一个世界首富就是你了 地下9583米 是美国挖井到达的最大深度 地下10973米 我们已经达到了 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 这里是目前已经探明的 地球表面最深处 此时距离人类挖到的地球最深度 只剩不到2000米 其中究竟有什么 能让前苏联紧急停止计划 不敢再挖掘 如果从地面一直往下挖 人类能不能挖穿地球 1970年 前苏联开启了科拉超深井计划 目的就是挖穿地球 为了能顺利实施这一计划 前苏联政府召集了一大批顶尖科学家 经过一系列准备 科拉超深井计划 在5月24号正式开始 因为地质和沿层区域的不同 前苏联科研人员专门研制了 十几种特殊的钻头 其中一部分钻头 还能在超高温环境下工作 不过随着挖掘深度的增加 他们团队更换钻头的频率 也越来越高 不过虽然挖掘难度很大 但是在他们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下 前苏联的钻井深度 已经达到了12000米 在当时堪称一个奇迹 前苏联解体后 科拉超深井计划已经没有停止 然而从1983年到1993年 整整十年的时间 他们的钻井深度 只向下延伸了262米 挖到12262米 在这之后 整个计划就被紧急终止了 相关计划也被永久封策 科拉钻井的洞口 也被一个生锈的金属帽彻底堵住 地球内部究竟有什么 能让科学家紧急停止 已经进行了20年的计划 据当年参加过这一计划 内部人员表示 他们曾在地下听到极其可怕的声音 当时为了了解钻井内部 科研人员在洞口 放置了一个耐高温高压的录音设备 等到他们将设备收回来的时候 里面的内容让人背后发凉 这段仅有40秒的录音 听起来就像是有人类在哀嚎 仿佛地下正有无数人 遭受巨大的折磨 这一说法让无数人认为 他们是触碰到了地狱的界限 不过因为当时的技术有限 地狱界限这一说法 一直没有得到相关的科学证实 而且直到今天 有关科拉深坑矿井的诡异传闻 依旧在流传 那么数万米深的地下 为什么会有类似人类哀嚎的声音呢 事实上 地下深度每增加100米 相对温度就会升高3度 那么1万米的地下 温度最少也有300摄氏度 再加上 钻头一直在地下钻井 摩擦带来的热量 会让地下温度持续升高 以当时的科技水平来看 是不会有什么录音设备 能够在1万米深的地方工作 就算真的有这样的录音设备 当年的那段录音 也大概率是人为编造的 因为地下沿层的轻微自然火动 也会让钻井平台内 出现微弱的高频声波 这些偶然出现的低杂声波 也会掩盖一些自然声波 所以有奇怪的声音也不足为奇 为了证实这些声波是怎样产生的 当时的科学家 在钻井3000米的位置 安装了灵敏度极高的解剥器 对设备中的声音进行分析后 他们发现 这些非自然声音出现的频率 是有一定规律的 大约每8个小时就会出现一次 至于这些声波是怎么产生的 直到现在依旧是个谜 前苏联解体30年后 当年参与项目的一个科研员员 说出了当年计划停止的真相 他表示 当时的前苏联政府之所以要挖穿地球 就是为了能赶超美国 获取最新的科技成果 然而随着项目的逐渐深入 他们发现这个工程的庞大程度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而且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后 他们基本没有获得什么有用的信息 简直就像一个无底洞 后来随着苏联经济逐渐解体 这个持续了20多年的 科拉超深钻井计划 才终于画上了句号 科拉钻井口也被金属帽覆盖 彻底尘封 虽然科拉钻井计划创下了多个纪录 但是它并没有带来 什么重大的科研成果 要知道 地球地桥的平均厚度 约有17公里 人类不过才探索到17分之一 如果把地球比作一个苹果的话 地壳就是苹果皮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连苹果皮都还没穿透 距离地球最核心的地方 更是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不过 前苏联的科拉钻井计划 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那就是人类疯狂起来 连地球都敢挖穿 只不过因为技术条件不够 暂时无法实现罢了 那么你认为地球内部 到底有什么呢